在乳川银滩东部有一个低中海市的美丽小区,香港平原 这个小区我一个朋友有三套房子,最近他打算搓手一套 这套房子是三楼,一室一厅的小户型,但是南北通透 全屋都是高端配置,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进来香港平原小区地图 今天我们来到我们香港平原一个好朋友家做客 这个时候天快黑了,咱们的小区得转转 这位朋友说他在这个小区有三套房子 他说不行,我参观他有个房子 他说合适的话也可以卖点 所以我就过来看看吧 就在这个楼 这个小区是咱们银滩的东部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区 也就是低中海市建筑 也是称为是个明星小区或者是高端小区 小区很美 朋友的房子据说是三楼 咱们就瞅瞅吧 小区的环境也是很好的 走到这个他这个单元门口 这个三楼,这个有阳光房的 包括空调和燃气壁挂楼的这个烟通的地方 就是他们家 这是他的门洞子 咱进来看看吧 现在咱走进咱朋友家 这是吉祥如意 还挂着这个吉祥的这个 叫什么呀 对的 哎呦 这房子真是不一样 一进门就有招财猫 哎呦 这是真话吗 君子兰 君子兰真话 这个房子呢 其实面积倒是不大哦 只有66平米啊 他是一室一厅的 咱先瞅瞅看啊 这是他的一进来以后呢 左手呢 这个是他的厨房 打的这个吊棍啊 很上档次啊 这是三开门的 三三香 三开门的冰箱 哎 这是 哎呦 这是个集成罩呢 美大集成罩 美大集成罩 这是品牌呢 品牌啊 哎呦 这香 这香菜真不错 嗯 这老哥 这不错啊 这还有花 这是他的啊 租房子穿货 哦 这 燃气壁挂楼啊 这是个高端燃气壁挂楼啊 这个壁挂楼 据说呢 是又能够 给这个洗手盘的提供热水 也能够管地暖 还能管那个 还能管那什么 这个壁挂啊 哦 这 这还一个进水器啊 哦 进水机关 也是挺先进的啊 咱瞅瞅啊 来 咱出来 看看 他这个屋子看上的是自贡暖啊 挺不错的啊 自贡暖 嗯 这是他的一个客厅啊 像我们小区的话 这个一时一听呢 是个通间啊 他一般都是 只有南面的窗户啊 北面是不通的 这边是北面的窗户啊 哎呦 这不是窗户底下就有这个暖气片吗 哦 这个沙发呀 这个沙发是真皮沙发 真皮沙发 嗯 挺上档次的啊 这个是他搭的那个玻璃房 从我们底下刚看到啊 这是一个小包 别人家没有啊 他搭出来了啊 就宽敞一些啊 然后咱们来看看他的 这是客厅 再看看他的 这也是个暖气片啊 哦 这里还掉了这么多 这是这叫 这是什么架子呀 放的一些东西啊 看他主人能喝酒啊 然后这是他的卫生间在中间 这个部位啊 看看卫生间 哦 这个洗衣机也是蛮不错的 这个滚头洗衣机啊 这个卫生间呢 面积不小啊 小杯楼啊 也有啊 然后电热水器啊 哎 他这个马桶呢 可是这种智能马桶啊 智能马桶 那不错 这还是桶的 黄桶的呀 哦 这个淋雨是黄桶的 嗯 咱们再看看他的 卧室吧 卧室 哦 卧室有一个 一米八还是两米的床 哦 这边 这边就有那个暖气 哦 暖气 哎呦 这卧室有两片呢 有两片暖气片 哦 这上面还有个吊柜啊 还有个吊柜啊 空间利用到极致了 这是应该是组合式的这种啊 大衣会啊 看看有没有东西 没东西啊 空的都吞空了啊 这个床也不错啊 这么厚的西门丝垫子 咱们再看看啊 这一块空间啊 这块是羊 应该是阳台啊 阳台 这坐这个地方啊 品个茶呀 也是个君子兰啊 然后看看外面的景啊 前面啊 前面是哪个地方呢 应该是叫哪个小区啊 我想那个小区应该叫 降龙花园 是吧 降龙花园啊 小区 要瞅瞅啊 这就是他的 这个大卧室也挺好 嗯 呃 尤其他这个 温暖间比较大 这个客厅也不小啊 一室一厅的房子呢 能达到这种感觉是真不容易啊 像我们小区的那个 最大的一室一厅就是 呃 五十九啊 高层的五十九的 那比比较起来的话 就没法和这个比啊 这南北通透啊 朋友说呢 这房子呢 啊 只给有缘人啊 就说不说价格啊 你只有看了房子 呃 你你再来跟他谈啊 不盖房子不说价啊 呃 这个装修的时候呢 这个朋友特别讲究啊 特别考究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的装修用料呢 他都是自己亲自啊 监督啊 呃 来来弄的 就是说绝对没有这种 自己住嘛 绝对没有这种污染呀 或者是这种啊 呃 这种情况啊 所以说 很放心啊 然后这个灯呢 好像是也能够调节吧 有个遥控器来调节啊 来试试看看啊 这是遥控器啊 哎 不同的颜色是吧 不同的 这个遥控器可以控制好几个灯 啊 控制那个灯啊 有白的 有黄的 能关闭啊 这种啊 这这还有可以控制 这个遥控器可以控制四个灯呢 好像是啊 屋里四个灯都能控制啊 再看看君子兰吧 君子啊 兰 这过去的长春炒到天上去的啊 一个君子兰 一盘君子兰能买一套房啊 那个年代啊 再看一眼啊 这个房子啊 这个是 呃 独立的厨房 独立的卫生间都挺大啊 卫生间厨房都挺大 客厅啊 也是方方正正 啊 这个卧室也是很不错啊 呃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的评论区呢啊 呃 来提出来问题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朋友呢 会在这个评论区呢 来给你直接给你联系啊 和你联系啊 私信联系吧啊 就这么个情况啊 这个什么电器都有啊 这是拎包入宿的房子 呃 什么都不用买啊 就是来拿个铺盖卷就可以啊 就行了啊 这个空调 香港平原 但是这个小区 管理特别严啊 我们进来的时候 门卫让我们登记 出来的时候应该不管了吧 出来就不管了 他行 他行 瞅一瞅这个香港平原国际城啊 这个西门的门楼子啊 这条路啊 西门出来以后呢 这个地方是个早市啊 每天早上啊 都有摆摊的啊 好热闹的 想吃个零食啊 想买个菜啊 买个海鲜啊 都很方便啊 小区呢 出了门 就是大海 然后呢 再往右拐 就是超市 这个香港平原小区啊 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啊 他四面都有公交车 然后呢 这个出了他的南门 就是大海 哎呀 这个外 这个小区的外景真漂亮啊 不信我拍个镜头吧 拍个镜头 这离的大学城很近 哎呀 这个香港平原小区啊 这个 量化工程搞得不错啊 你看他大门口 都是是欧式的啊 十二星座 十二星座 夏天都放水一喷 有喷泉的 然后这块地方呢 是他们娱乐的地方啊 跳舞啊 唱歌啊 看我是巨蟹座的是第一个啊 六月二二七月二十二 巨蟹座啊 真是欧式建筑啊 第一宗海式建筑吧 应该是 那年这里搞的他们小区的文化活动啊 我还参与了一下啊 还拍点片 网上发了发 这是一个巨马和美女啊 这是咱们啊 银滩啊 东部的一颗 闪亮的明星啊 我还不过是 谢谢观看